保齡暗現在就是越過越大 那目前是我們的第一座衛生 保齡茶室餐廳這件事情 第一時間衛生局就向我回報 他們當接到新北市的通知之後 即刻到現場去做了機查 也即刻對現場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簡體的採集 同時也在現場發現有各項任何缺失要求即刻改善 那衛生局在昨天也更重要的 將新一區這個保齡茶室即刻勒令停業 同時對於在台北市所有保齡的分店也勒令停業 那另一方面我在第一時間也即刻要求不只是我們食藥的人員 包括疾管人員也都必須一同來協同作業 那同時我目前接受到醫院所確認 有就醫的案件數總共7件 但是包括像陸陸續有1999進線的 還有包括媒體報導 那還沒有被衛生系統所確認的 這些我們都會即刻的來掌握來釐 那我也要求衛生局必須即刻的進行 啟動所有的調查證明 他們第一時間也啟動 那我也要求儘速的提出調查報告 那必須要讓人民完全了解整個事情的經過 原因 釐清事實 那另一方面我們在第一時間也去針對食材的追溯 那我們也追溯這個供貨廠商 那在新北市我們也即刻的通報了新北市 來即刻進行跨縣市區域的合作聯防 所以我們也全面來了解這家供貨廠商在台北市 其他餐廳有沒有供相關的食材 我們也即刻的來做全面清查 所以我想另外大家比較關心 也就是這一次整個叫致病原 以及為何會導致致命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衛生局跟我回報 在第一時間他們所採集相關的化驗 一般食物中毒的細菌並沒有驗出 但我們會持續的來確認 第二相關可能像是罕見的細菌 或者是艷氧菌所造成毒素 又或是有沒有可能人為的因素 那包括我們的食安官 包括這個醫療人員以及檢警 也都開始進入了調查 所以希望能夠盡快的釐清真相 那在這邊我也藉著機會來呼籲 所有民眾來了解 如果過去有到保齡茶室餐廳 或相關的分店 然後只要感覺身體不適 可能噁心嘔吐腹痛腹泻的症狀 即刻的就醫通報 我想這樣子讓注意自身的健康安全 也即刻讓我們來全面的掌握 其實在這一波感染的個案 我們的個案症狀跟其他的個案其實是類似的 就是有消化道的症狀 嚴重的腹泻 然後武力熊門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臨床上看起來 比較不像是一般的腸胃炎的細菌感染 那也比較不像是一般腸胃炎的這個病毒感染 那病人的酸中毒比較厲害 那有多重器官衰竭的現象 所以租到加護病房來照顧 那我們常見的一些細菌培養 像腸炎弧菌 然後利己感菌 沙門式感菌這些 我們都有做檢查 那目前是沒有培養到這些常見的 腸胃道感染的細菌 比較不常見的這些毒素 一般我們的常規檢查裡面是沒有檢查 那比如說像有人在提的米歇爾菌树酸 這些毒素可能要等政府端 比如說食藥署或者是欺騙管制局 他們的檢測的這個結果 那因為不在一般的常規檢查裡面 所以一般的醫院 不會去特別做這些毒素的檢驗 那米歇爾菌树它是如何產生 然後跟要怎麼辨識 也是在食物裡面的產生 就是放比較久之後 儲存的這個方式 那如果說萬一有吃到這個 因為它的毒性比較高 那會造成類似這批病人一樣 就是無力的一個狀況 但是臨床上到底是不是 可能還是要等最後檢查的一個結果